随着卡巴一的出走事件,渐渐出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,马次队的管理层和队一的种种所为都让球迷有些难受。 在前几年间的时间里,谁会想到如此团结的马次会变成直离破碎的局面,到现在只剩下波波维奇教练一人在掌控大局,这日人情也是无言的沉默,其实马次队的球星基本都是自己选秀得来的,包括邓肯,吉洛比利,帕克等等,现在即使是自己选秀得来的卡巴一,也是留不住,令人心寒, 无论究竟谁错,都已成定局,波波维奇连事已高,感情的打击和球队的纷争,想必也是有些疲惫,听说本来等肯退以后,波波就打算离开马次,是因为承诺阿尔德里奇,这才留着马次,到听途说总有不同,但人心了断,或许是新的开始佩服波波维奇教练,就像泽士平说的, 给他五个老奶奶都能赢下比赛,是有些夸张,但无论怎样,好的教练永远值得尊敬